哎呀小郭美是不是啊 哎呀我的天呀 我来给你妈妈咬老伴来了 你去咬我啊 我还要叫你称前辈呢 我是红娘 你之前不是也当过媒婆是吗 就像那才一百多个女儿 或许是曾经也当过红娘的原因 眼前的赵阿姨啊 说话爽快直接 带人热情大方 再加上一身时髦的装扮 咋看咋不像是 已经73岁的模样啊 你去哪儿啊 赵慧英是吧 你今天主要岁是吧 我今天你看我多大事就多大事 不是啊 我这量给的我是73啊 对 你看 73 74了吧 今年 73了 我让我看这个 哎呀这小耳环 我看你妈丢了一个吧 这个又丢一个 哎呀我来我看看啊 这别说这小耳环了 哎呀我这指甲油 你这个我跟你说阿姨 你这个不是自己在家抹的 还是去美甲店做的呢 像我们这种的是吗 可以去美甲店做的 对啊 在青年工那时候 老多人追我 他赢得哄哄了 我是不找的 我还想说呢 姨 就是你当时的时候 就当姑娘的时候叫成一百多寸 我还在那呢 那咋把自己给落下 我不找嘛 我一个漂亮姑娘 姑娘老漂亮了 你都不知道啊 姑娘漂亮不找 那有啥关键呢 那你找家一个人 你有时候再家 有时候再家 我这要得商店服务这个人 你说那怎么办呢 不能找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赵阿姨说 让他心里一直有阴影的最大原因 就是女儿十岁的时候 丈夫的那次出轨 从那以后啊 他就不再相信任何男人了 姑娘那时候十岁 人家来人吧 说的那个 说你家那个上班的 跟他姑娘 姑娘怀孕了嘛 我说你要不离婚 你家那个老头 我上单位就开除他 要我姑娘调教 你就得成命 我说我现在现在 我两个孩子 一姑娘一二日啊 还有商店领的啊 俩十岁大厅的 反正他能走 我说你有能 你给他领走 一老太站起来 就给他领走了 我就带两个孩子 反正成天干活干活干活 就养孩子 家里过得也像样 我可能干你都不知道 我刚才上海水拉西游 一会儿就拉一拖车 就两个车 绑在一起 就是那个固车拉回来 上那个大连拉苹果 往大连港发苞米 什么都干我 我一人一人多 200年买一套 2007年08年买一套 这是两套房子 全款吗 全款啊 性格刚才的赵阿姨 为了一双儿女 没有选择再婚 硬是咬着牙 把儿女抚养成人 儿女定居到深圳以后 赵阿姨以为 他们娘仨的日子 终于是苦尽甘来 自己也可以好好 安详晚年生活了 怎料啊 前面更大的考验 在等着她呢 姑娘一下一针给打死了 医疗事故 在那个那哪 北大医院 姑娘没的时候 是多大岁数万 48 47 那你当时看见的问题 39 简直他们说 要搞他们都活不成 我还想得开 少死万死 反正人都得走这一步 就还不太那啥 但是就是睡不着觉 女儿的意外离世 让曾经把女儿当成精神支柱的赵阿姨 顿时就陷入了一片茫然 自己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想通一切的她 觉得自己就像重新又活了一把 既然明天和意外 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赵阿姨决定 剩下的时光啊 一定要为了自己 好好活一回 我去年我就拿出十五万旅游 今天我昨天 前天我又拿出了五万 我说我去那啥 拿五万没事 我去旅游 花来我再求 这都是出去玩的 就是我照的 我看这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的那个合影者啊 这是你 我感觉好像是你很年轻的时候了 你马上去年 都是去年 这也是去年 是 去年不见上那老头吗 就心思跟拿钱领他玩着 拿钱领他玩着 你愿意旅游 拿钱领他玩着 这回我就输了 我说这回我不跟你说 我这找我有钱的 别总花我钱 我的钱花没钱了 那你之前讲那老头 就是什么样子 你之前那老头 条件怎样子 他条件他 太行 党员干部 月开三天六 有房子 人也行 就是搭桥 没气了 死了 女儿走后 赵阿姨也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老伴 可是快乐的时光啊 也不过一年的光景 老伴就因为心脏病 又撇下了自己 先走了一步 现在儿子定居深圳 常年不在身边 只要一想起自己晚年孤单的场景啊 赵阿姨现在只求一个踏实安稳的伴 我原来我就自己刚行 什么都不用别人 就哪怕我们家电话水话都自己干啊 孩子我从来不困借钱啊 什么养孩子呢 我从来都没有过那事 现在就有点心 找个男的宠物挺好的 我咋没那个心 我咋没那种呢 啥 这我要找 要就不找 找一个他喜欢我 找的都行 赵阿姨说 这个岁数了 身边有个伴儿真的很重要啊 同样有这个迫切想法的邹丹邹叔叔 家住公主岭 爱好广泛 78岁的他 至今都保持着每周两次游泳的好习惯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呀 好厉害 不是 有多长时间了今天 今天有上个 邹丹78岁 丧偶 退休金2900元 住房面积74平米 来位位 这是你这个 这个蓝尾本的那个 好看 够看 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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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先介绍一下的啊 这是走单 走熟 然后这是赵慧莹 赵阿姨 长得人挺漂亮 是你喜欢的吗 喜欢的 我坐一会儿 我坐一会儿 嗯 你坐好玩儿 只看了邹叔一眼 性格干脆果端的赵阿姨 就做出了要往回走的决定 两个人连第二句话的 交流都没有 长相个头都不行 长相个头都不行 你不是说挑人 蛮乱大口 说要挑人啊 你不是挑人好吗 就要就不找 找一个他喜欢我 咋的都行 我挑人 我挑长得好的 你挑长的 不远 这又不挑人了 你现在不跟我说挑人 然后能能挑你好的吗 就是人长得 没有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人确实是老好了 老好了 可有才了 我都说我不给好汉立完立得 不给那赖汉当主宠 什么都听过的我也不要 那现在就是说的 我给你长一个个儿高的 长得也好看的那种的 那个条件差点就行吗 行 差点也好行 性格好爽的赵阿姨 不愿意在感情上 多浪费一分一秒 红娘只好委婉地 把赵阿姨的意思 转达给了周淑 没事 那不要赢 没原因就拉倒吧 没事 这事常有的 这个是一等的 你能够找二等的 二等的 三等的 往下降吧 没事说 别那啥 我都说了吗 我没有负担 我跟你承诺了 下周我继续给你介绍 拉高是吧 拉高是吧 看着眼前 已经73岁的赵阿姨啊 一大早抱着满满的鸡带 从吉林折腾过来相亲 红娘实在不忍心 看着她今天带着失望而归 尤其是对赵阿姨执着的 必须丢演员这事 咱还是让赵阿姨 自己决定吧 这个得一米七二以上吗 长相